早安 今天是2024年10月29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枯涛征券的收集分析师谭志乐 我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安劳 今天大使有什么阻碍 焦点上 特别是在市场上 都离不开美国大选 你看到昨天DJT的升得这么厉害 大家会想 特朗普是否赢 或者应该如何做交易 或者大选前会不会有什么特别 担心 或者近期经常都会问 究竟需不需要减仓等等的状况 我们会去讨论 另外一方面 这个星期 其实也是美国公布业绩的高峰期 又不是叫高峰期 其实这段时间也是 但是重点提到 大家很熟悉的Meta Apple Google AMD 全部都是这三天公布 就像跑马那样的 你每天选中贴证就是爆声 回报会很乐观 倒底的心头会很重 我们究竟业绩期如何去看 我们觉得今天也是其中一个重点 另外一方面 留意昨天夜期上 即是说美国加易时段 很多中概股也升上来 港股今天会不会有机会 在期日结算前做好一点 这是我们今天要留意的地方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油价急跌5% 中东紧张局势降温 和憧憬美国企业的业绩量例 美股星期一做好 道指高开150点之后 最多升超过360点 收市升273点 收报42,387点 升幅0.6% 表指升0.3% 收报5823点 纳指升3% 收报18,567点 欧洲股市普遍向好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收市升4% 一起看看焦点股份 苹果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 正式推出搭载Apple Intelligence的产品 股价是靠稳的 另外几间今个星期公布业绩的 包括Google、Meta和Amazon 股价都是向上的 AMD升2% NVIDIA就要微跌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 方网股ADR各别发展 京东和百度高港股收市2% 即将在今天公布业绩的汇控 ADR折合升穿70元 健康的股价要向下 未来上日在港股升5% ADR再给本港收市高8% 小鹏汽车 港股升7% ADR再给本港收市高5% 太区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 升12点 最新38617点 首逆终合指数向下跌10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36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5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好像Arnold刚才所说 资金龙中国指数也有不错的升幅 现在黑企预示港股高100多点左右 稍后会继续跟进 我先和Arnold谈谈美股市况 其实上日没有什么特别的数据公布 不过地用政局有一个降温的迹象 油价有5%的急跌 而且看到债息也有回落的情况 现在大家都是看着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未来公布M7的业绩 第二就是美国大选 第三就是下个星期尾 有一个联储局的议息会议 今天会公布结果 在现水平也算是历史高位的水平上上下下下 现在是否一个减仓的时机 我不会建议突然间去减仓 主要的原因就是 太多宏观数据上都在显示 经济是没问题的 唯一害怕的就是 通常都是你不看经济数据 然后才会判断 一些东西升了很多 股值还是很贵等等 各方面的因素 因为我觉得通常最容易去判断市场气氛是什么 一定不是近期说什么 特朗普交易 或者只是看整体指数表演 你出完业绩 看整个市场气氛上 我觉得会比较准确 如果你在说这些事情 当然在说高峰期 就是现在 大家最主要留意MAT7的股份 陆陆络络络会出的 但其实MAT7上面 Tesla也出了 甚至说Tesla前Netflix 其实有很多不同 在今年业绩做得好的股份上 的确要充一阵 但如果你是充了一阵很高的情况 你看到技术走势上面 看到一些高位 譬如Tesla充到270多元 流上 企不稳了 开始考虑吃股 我觉得合理 Netflix也是跟别人充了一些 历史高位企不稳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纯粹整个大仓上面的东西 都没有怎么移动 突然间因为气氛 或者因为大选 去减仓 我觉得未至于 因为现阶段来说 美国的经济状况 都是强的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 就是你拿着什么类型股份 如果你拿着基本面上 仍然是很稳定 其实今年美国的股市上面 看到有一个很稳步上升的状况 譬如你看这张图 S&P上面 连上之前的低位 都没有跌穿的情况下 那贸贸然去减仓 我未必太过建议 你做短线部署 都是看技术走势 都是跌穿上升柜 才做减仓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你唯一担心的 就是债息 这个美国债息的确 这个完全我自己也想不到 冲度上去4.3 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否纯粹因为市场避险 所以债息要抽升 你见到明显地不是的 这段时间的地缘政治因素上 是非常紧张的 但是与此同时就是 大家估计 美国不需要减多息 不需要减多息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经济状况太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以往都试过的 股市升、债息升 后市来说 会不会出现股债相杀 一起跌下去的情况下 暂时真的见不到太多利息 因为问题是业绩上面 你见到很多公司 整体研整体的业绩上面 都是符合市场预期 也没有出现大跌 暂时还没出现 但跟第二季的业绩比较 都比较上来 整体表现上 我觉得是不错的 而且在仓位上 你见到很多夹淡仓 很多沽空比率 偏高的水平 所以短线来说 真的不需要特别考虑马上去减仓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很近美国大选期 做一做减仓才是合理的 但你还是看到两三天 可以先捱起来 看这段时间 MAC7的相关业绩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极短线的话 的确大选前你要害怕 但所谓的大选前要害怕 可能只是一至两个日 所以不需要特意这么早 看前做部署 我觉得未必 所以用平常心心态 也不会建议你特别这些位置 瘋狂去买美股 但不需要因为近期 很近美国大选交易的时候 立即马上去做调整 好 先跟观众朋友跟进一下 因为上两个星期见你 那时你也是在讨论 是否高位减仓的问题 你便说为平衡风险 建议大家买一些TLT 如果进取的 就买TMF 两个星期过去 看到TLT 真的因为债息上升 债价只有一个不少跌幅 你建议大家去做一个止蚀美股 还是保守 或者平衡风险的仓位 应该留到 这个大选才去处理 我觉得可以 可以是什么 可以继续继续继续 可以继续继续继续 这个问题就是 上次你所说的 可以的原因就是 可以继续继续策略 原因就是 平衡的仓位 简单一点 我不是叫你All-in-TLT 你如果说在买TLT 我们不要说哪个美股 不要试口 好像说买Tesla 你就算买整个标普500指数 起码效率也不算差 你在股票上面 可以对冲回TLT 但如果你投机性TMF 应该支持 我们都没有想过 债息冲到上4.3% 比如说 可能需要减息 所以情况不同 如果你短炒 我觉得现在债是不容易炒的 在美国大选前这段时间 即是炒债 的确有机会损手烂脚 如果你跟着两个星期前的策略 的确纯炒债 会有压力 就是问题 若你仓位平衡资产部署上面 整个2024年都是这样说的 你没有可能恶眼股票的 有机会就是说一半债券 一半去做股票投资上面 这是很稳健的 整体投资性能力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维持这个策略 特别是你害怕 很担心在美国大选上 市场上有什么动作 买债 我觉得可以是其中一样考虑的东西 但问题就是要留意 谁上阵 或者上场战市场如何解读 市场会担心 例如近期DJT 升得多 就是说特朗普有机会上场 特朗普有机会上场 市场又会解读 就是说有机会刺激通胀 有机会带动债息上升 有机会令到美国的财政压力更加之大 这个不是会利淡债价 市场就是反映着这些东西 但问题是 在中场战部署上 有很多变数 包括就是说究竟是否真的特朗普赢 包括在民调上 近期来说很多 特朗普支持率反昭的相关消息 所以TJT升得多 但如果你看到最关键 美国大选永远看最关键是什么 就是摇摆州份 摇摆州份上 又不是说特朗普一面倒 有个利好情况在那里 叫得摇摆州份 就是说飘忽不定 所以说中间存在很多变数 资产配置为何要分散投资 道理就是说减低这些相关的风险 所以如果说策略上 纯粹是买一些长债 我不觉得很意外 或者觉得长线来说 问题不大 甚至在这些位置上 是否有博物丶炸 没有的话 有没有机会需要去考虑加仓 我觉得可以的 但不是用两个星期前找TML 因为美国经济数据真的太强了 短线就似乎没什么必要 突然间说要加大个减息预期 好 我开一下DJT的图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刚才Arnold也提及过 昨天看到DJT又大幅上升了 这几天都没有印上和 我现在想把你抽线 都没有用 可是我们要用了 遗迹起来 Estate有点 也来说 我